大家好,我是游钓行 喜欢钓鸡鱼的钓友 一定在盛夏季节由于小杂鱼闹窝太疯狂大伤脑筋 我想说的是啊 别犹豫在盛夏钓鸡鱼在小杂鱼多的水域 没有比卖粒更好的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啊 在整个四川钓鱼的钓友中 夏季不用卖粒钓鱼的人实在太少了 大部分鱼具店啊都会自制卖粒来销售 就比如说德阳的许多鱼具店 一天就可以卖出两大洗衣盆卖粒 这里说的不是家用的那种大洗脸盆哟 而是可以放下搓衣板的大洗衣盆 想想看两大洗衣盆是很大的量的 而且持续很多年每天都在卖 这足以说明当地钓友用卖粒钓鱼是普遍的 因为效果好所以用量大 我给大家介绍这些情况的意思是 有一部分地区的钓友很少用卖粒来钓鱼 即使有小杂鱼闹窝也想不到用卖粒来钓鱼 也有对卖粒钓鱼吃怀疑态度的 有的也试过认为鱼不吃卖粒 实际上用卖粒钓鱼特别是钓鲫鱼钓鲤鲤不用怀疑 如果用过卖粒一是没有效果 那不是鱼不吃卖粒 而是鱼没有进窝的缘故 下面我就分享一下市面上 特别是网上所销售的卖粒的大体情况 钓友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 市面上销售的卖粒 其制作工艺和配方是大同小异 有主制的蒸制的发酵的高压制作的 有单独卖粒一种 也有倒鼓粒玉米粒和卖粒混合一起制作的等等 由于配料和小药的配方不同 其卫形的种类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选用这些卖粒时 不必纠结它的制作工艺和卫形 一般来说呀 这些卖粒鱼都会吃的 担心鱼不吃卖粒 那是对卖粒不了解的那部分钓友 不管是酵香型 舌香型 麦香型 或其他什么型 哪怕是酸臭型的卖粒 没有鱼不吃的 因此不管是正规鱼儿生产厂生产的卖粒 还是有经验的钓鱼人 自己小做方式的方式来制作的卖粒 都可以放心的选用 一定都会有不错的效果的 因为制作卖粒这个生产过程并不复杂 实际上只要是粮食卖粒 就算是啥也不添加 直接把卖粒煮熟煮软 哪一股纯粹的自然腔味 都会吸引鱼前来吃食的 最后再说一下 在小杂鱼多的情况下 就别再用其他什么窝料打窝了 直接用卖粒打窝 如果你用的是骨麦粒 可以把其中的玉米粒 骨子和麦粒混合一起 都来打窝 这样更好 在挂耳的时候 只选用其中最饱满的麦粒挂在钩上 可以说 只要窝料的量掌握的合适 只要鱼进窝了 特别是鲸鱼和鲤鱼 吃到你勾上这颗麦粒的几率 是非常大的 所以完全可以在夏季 直接用麦粒打窝 麦粒挂钩来钓鱼 祝你大吉大礼收获满满 好了 喜欢视频请关注 长按点赞三秒 谢谢了